我一直努力戰勝股市 無論是作為一個法輪機構操盤手或是分析師 我相信只要有信念就可以實現 2020年極具意義 3月領先預告道雄指數有下跌5000疊的工錢 道雄指數直接跌破了2萬疊的整數關卡 成功保護了邏輯國藝教室的粉絲們 避開了道雄指數10天內四次熔鑽結停的風險 並且提前預告3月18日小道雄三屋日的超低轉折 2020年3月19日加權指數出現8523低點 RSI創下歷史性低時公開呼籲是時候進場了 3月20日抓住聯發科301元的超低轉折 再度大聲疾呼此時不進場更待何時 3月25日聯發科三天大漲52元 完美抄底成功 大家都在場有目共睹 邏輯國藝教室的粉絲們也在場 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不與倫比的重要 激勵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這感覺非常美好 如今我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抓趨勢 贏在拐點 10萬有你 20萬也不是問題 抓趨勢 贏在拐點 歡迎收看 羅奇博弈 我是理財收看的副總組比李希峰 這個KT他做時差 KT做時差 那這個位置 如果說再往下跌 我覺得會不太好 那這幾天我們再跟大家講幾個重點 一個是季線 它的一個扣底值 剩三天 剩三天在這個相對高位 之後就會有連續五天的一個拉回 那甚至就波段的這個角度 還要再加上 這個兩週 13天左右的這個拉回 那也就是說 現在的這個季線 16890 16890的這個位置 他往下拉的時候 必然會跟這個頸線 會跟這個頸線做重疊 所以昨天的這個高點 它基本上就是等於是說 未來的季線 這個位置就是壓力了 所以他在講說季線有壓 那這幾個高點 我們看了一下 就剛好都落在 這一個幹四角的第三項線 支撐壓力幹四角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你可能 這個螢幕看不到 反正就是三項線的那個位置 是168 16810的一個位置 16810的這個地方 來測了至少 一二三四五 測了五次 測了五次之後呢 的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是這個 今天 跳空 往下跌 昨天的時候我們跟大家講說 因為那個9月6號 國際半導體展 那市場對半導體的反彈接棒 會有一些期待 可是你可以看到今天的這個過程裡面 半導體類股的一個指數 它拉回了 而且它很明顯的 就是不敢靠近這個季線 然後現在的這個 這個這個拉回 我會覺得它是一個三角形 那這三角形呢 我們在前兩天的時候 跟大家暗示 它比較像是 往下突破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這個地方 就很關鍵 我說加選指數我在等9月 9月的收盤 9月有這個聯手會開會 也有這個投信的基底作帐 到目前為止 投信還是很用力的在買 還是很用力的在買 所以有一些股票看起來不錯 可是就指數的一個角度 因為沒有量了 那這個沒有量 反映到這個現在 加選呢 這個月跌了15點 進入到一個多空的關鍵 15點還是舊的回來 但是如果說 最後的收盤 是跌的 9月份是跌的話 那麼就從去年以來的這個反彈呢 就出現連續兩個月的下跌 那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一個情緒 因為這樣子的話 月KD 應該會做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下去的話 那麼當然 可能會有一次的一個機會 不過 不過 不過就是喔 他的這一個波浪的部分 就會被定位在 C浪 即使呢 他 再給你反彈一下 還是要下 因為他就進入到C浪了 C浪呢 在分段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麼 這個位置如果拉回的話 就很不好喔 所以 最少啦 都會來測這一根紅線 這紅線在14800 14800 14800 就等於是萬五啦 萬五的部分呢 在我們的這個幹事小裡面喔 就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今天的這個 玄虎早知道裡面喔 會在這個 幹事小這邊呢 跟大家做一個 預判 就是 怎麼樣子去做這個分段 這個會是 今天的一個重點 那你再看到這個地方 成效量的部分 成效量的部分呢 他沿著下降壓力量 再做一個 量縮 這是一個很不好的訊號 你看到這個 這個成效量的部分喔 有沒有 他就越來越低 這越來越低的過程裡面呢 不管你喔 這個價格喔 怎麼樣子去撐 不管你價格喔 撐撐撐多久 這都會 形成了一股壓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 我們說九盤必跌喔 那這個都可以適用在所有的商品 這必須要跟大家這樣子報告喔 所以我會覺得喔 如果說這一波的股市 這個下去的話 可能會牽動到比較多的層面 以前過往的時候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說什麼 股市跌 然後融資斷頭 然後融資斷頭 過著裡面呢 房地產喔 又出現賣壓 因為有些人他會去借錢 來做股票 是這樣子 那他過度的擴張 就擴張怎樣 他不但是跟銀行借來 這個做股票 他還用融資 所以一旦那個股市喔 在殺融資的時候 其實都在測試喔 房市的這個 就是斷頭的壓力 大概是這樣子喔 那但是 必須要講就是說 這個疫情期間的這些 政府的救市的那些措施喔 都已經在做退場 那麼 這樣子的話 這個這個下去喔 就要看大家的風險 承擔能力了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一關喔 那 關鍵就在於 我們這一次做剛跟大家講的喔 那個油價 這個通膨 然後地緣政治 這些種種的綜合起來的一個結果 那 短期來講 整個科技業就是看那個回答嘛 那回答這一天的二季度的財報 利多不漲 之後的這個下跌 這個下跌呢 你可以看到 他很明顯的就是 十字均線撐住了 對不對 這十字均線撐住之後呢 然後十字均線的往上 所以他做了一波的這個反彈 那今天 一根K線 跌破五日均線跟十字均線 一線破雙均喔 所以這一根K線呢 即使喔 他雖然是 比較小量 比較小量 而且是量縮 但是 這都在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 十字均線 當初回撤十字均線 十字均線有撐 現在已經沒有撐了 沒有撐 沒有撐 那當然就是再繼續往下撤啊 那你說往下撤的過程裡面 那是不是就是 月線就會有撐呢 那而且月線的扣底值 已經來到低點了嘛 是不是就在這邊做 底喔 那我會覺得這個比較麻煩一點喔 不是 不是那麼單純 那看到今天的這個 期貨盤的一個部分喔 期貨盤的這個部分 可以看到 在他這個 接近中午的時候 接近中午的時候呢 他很明顯的喔 在做一個領跌 有沒有 這個地方 在原先的時候 這邊那都還算是有 期限貨還算 比較靠近啦 逆加差沒有擴大 可是在這個 十二點過後這個位置喔 突然之間的一個 期貨往下帶 然後最後收盤的這個地方呢 還是有一些逆加差 五十五點左右 所以就是說 好像 對於指數的一個部分 已經沒有那麼的樂觀了 那這就要 就要就要很小心 就是 每一次的這個 反彈的過程裡面 要去留意到 他的這個 壓力 會不會 這個 過不去 那這就是一個 一個訊號了 所以下午盤的這個部分 的台子期的部分喔 他雖然正在做一個 上漲 對 你在這個地方 雖然在做一個上漲 但是他今天破線喔 今天破線之後 然後再來一次 這個地方 會不會有支撐 如果有支撐 他反彈上來 但是我們在 左邊講嘛 他這裡很 很像是這個 三角形的五浪 五浪的話呢 現在怎麼樣 一二三 四 然後 因為這進來的關係啦 這邊一個浪 然後這裡一個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分差喔 所以呢 不排除這邊是一個浪 一二 然後這邊三 然後這裡呢 如果上去是四 上去是四 四的話呢 那將來還會有一個五 那這個就比較頭痛 所以 這個地方很不好 很不好做 所以我會 我會傾向喔 觀望 觀望的一個目的 就是看說 投信的這一個 買進 能不能把這個盤給救起來 那現在來看的話 就是整個量縮喔 他看起來呢 個股喔 是做得起來 今天的部分 他的這個買超喔 是在買在一個 這個群聯 然後 也是有漲起來 那 今天的一個一個過程裡面 就是Netflash喔 有一個訊息喔 就是 就是價格的觸底開始往上做轉 那個漲價 那 他的走勢也都還算好啦 原先說 我們在這個週刊裡面也有 也有跟大家提示 那這裡面好幾次股票也都不錯 像企基 創新高 然後 雙紅連續的上漲 上個禮拜的時候是七紅 那這禮拜是雙紅 那這個走勢都 都算不錯 那所以他個股的部分喔 就還做得起來 可是 就加權的一個部分呢 就很不好 感覺呢 就很差喔 我們來看喔 先看台積電 台積電的部分 今天有缺口 大海的缺口就是它 它造成的 而且這個地方半連線 已經測了幾次了 這邊測了好幾次 然後這裡又測一次 這裡又再來 然後從這個過程裡面 這裡有個跳空 然後又有個缺口 缺口之後呢 這個地方再反彈 再反彈 再反彈 都沒有更高喔 然後今天再缺口下來 感覺上面好像就是 這個是一個往下 那這個往下 如果台積電繼續往下走的話 那我想加權就會變得很辛苦了 所以這個這個 這個地方 我們在昨天的時候講 它在做壓縮 很多股票的最近期 在做壓縮 壓縮完的結果是 有的是往上 有的是往下 像那個 像群創它就是一個往下 在那個 糾結的過程裡面 它最後是往下 也有這種 藍指電 它是壓縮完之後 它往上的 也有 那 這兩者之間 現在這樣子看起來 好像 有的是多 有的是空 可是就指數來說呢 就空的股票 就變多了 光電是一個 那雖然說最近光電 這個DDI的部分 在做一個上漲 不管是這個 瑞鼎啊 還有這個聯勇啊 然後細創這些的 雖然他們都是在做一個上漲 但是 面板的部分 反而是在開始做跌了 然後之前說的是 面板的價格呢 在做一個 漲價 然後又漲一波 然後現在呢 就是說 這個 驱動IC的部分 它有 比較 比較好 可是 如果說面板繼續這樣子跌的話 那是不是驱動IC 彈完之後 彈完之後是不是 也會進入到修正 所以這是一個 很不好的一個訊號 就是說 在 五月左右的時候 五六月的時候 就說面板價格 開始漲 可是漲漲漲 好像 力道沒有那麼的強 在這八月之後就開始往下 也就是說這個旺季好像很短喔 那就會有一個疑慮 那 國外盤的一個部分 現在的一個大模的一個意思 就是說 可能第四季喔 它的那個消費旺季喔 可能是 不是很好 所以 我覺得要很 很小心的去看待說 現在的這個面板 它現在的這個 領先反彈 然後 又領先的拉回 然後 它所代表的這個產業的背後的一個意思 是不是說 這一次的旺季 不但 很快就結束了 而且 第四季的這個 消費者的這個旺季喔 雙十一啊 黑色感恩節啊 這個地方喔 可能那力道都不是那麼的強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號 所以這個部分喔 它光電已經下來了 然後呢 現在驅動IC 再來做反彈 那麼 再來是電腦的部分 這些電腦部分喔 看起來都 都 因為量縮掉了 所以它這個季線喔 彈不太起來 有沒有 那包括這個偽創 這也是喔 這個壓縮 再這樣子壓縮喔 然後今天的這個走勢 有一些些的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 這裡其實有一些些的缺口 這缺口 雖然盤中把它補掉喔 但是 曾經還是有缺口 那 那這樣子的話就 比較麻煩喔 喔 比較麻煩喔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電子裡面的這些族群裡面喔 在一個一個的這個轉弱 但是它撐盤的是用記憶體 那記憶體跟這個面板其實是差不多的 都是看報價 那報價 所以現在就是說 低論的或者是內flash的價格觸底反彈 會不會像這個電視的面板 他們的價格也曾經有出現過一波的這個反彈 五到八月 就說一季啦 那麼 之後 是不是就後繼無力 這個就是在後面的這個低論 這個下去做看待 如果會的話喔 那大概就 十四八九就跑不掉 就是說 這一個開學開學潮 該買的買一買 然後也許到了聖誕節感恩節的時候 可能就 就不是很好 這個要要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到了第三季的財報的時候 要再看 這個揮答 他那個coors的這個部分喔 是不是得到支援 但是台信念今天的講法就是說 用一年半的時間去解決 那一年半 一半一聽就 就那個啦 就繪花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很有很 很值得去推敲的那種 那種事情 所以今天的這個 AI股的部分喔 感覺都比較弱 那可是 繼續這樣子弱下去喔 就會變成是像 像那個筆電 像那些電腦股一樣 因為他們像這個就是在這個季線 那你在季線這樣 盤盤盤盤盤盤盤 會不會就是像這個 像這個尾串這樣子 有沒有 他就盤盤盤壓縮嘛 壓到最後 因為均線往下 因為均線往下 它沒有什麼空間 反彈嘛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小缺口 所以這個就有點頭痛 所以在那個 這個 K線的裡面喔 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 K線三法 九田三法 那三法就是 它會像樓梯那樣子 那它也是這個看喔 你就要看 它這幾個缺口就很有意思喔 就很 非常非常有這個 所以這個 這個這個 看得懂的人喔 不太敢去碰這個這個股票 這是要跟大家做提示的部分 所以這個 AI股的部分喔 要等到第三季 那整個量就縮掉了 是這樣子 那麼後面的 軍工的部分 前一陣子有漲喔 那漲了之後呢 現在 力道也 也 變 變弱了喔 它在 漢翔有做法說會 然後這裡有做一個跳空 那跳空之後呢 這個地方 那我們曾經講過 在實戰上面喔 經常有這個型態出現 經常這個型態 這個這個型態出現喔 通常都 暗示著喔 這後面有 修正 那這個修正 規模大不大喔 可以去追蹤看看喔 那所以 我覺得這個地方不好選股喔 那即使是說 你要說 做空喔 即使 即使要做空喔 都還要在 那個手氣還要在 在在 譬如講說這支股票好了 這支股票 它破線了有沒有 那它成績量都沒縮掉了 就量縮嘛 量縮過程裡面你會發現到 它每一次的這個 創新低 它都給你留下影線 有沒有 都給你留下影線 但是它的這個 無視均線怎麼樣 它是往下的喔 而且它連著有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可能不是像大家所想像的喔 這個 大家開始爆跌啊 就下去追空啊 像我們這個做多的人 就喜歡漲嘛 暴漲 然後我們就喜歡去追嘛 對不對 可是 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 就好像 因為沒有量 所以它很多東西都會相反 就是這樣 可是它的趨勢是往下的喔 那如果這個地方 有一些股票開始跌破了這個 這些的季線啊 所以這個半年線喔 我覺得可能不是他們的穩 因為量都縮掉 所以這個非常關鍵的一個月喔 這個我自己都是 在旁邊喔 多看喔 這個觀察 到底後面會怎麼樣 這一旦出去的話 就是一個 一個波段 就是一個波段 所以它現在很關鍵 那這個關鍵呢 就剛好是在我們的這個 乾視角的部分喔 今天的收盤 就是剛好在這個16610 多公司制的乾視角 所以它暗示著這個地方要做轉折喔 所以我們在今天的這個 宣布早知道裡面 會跟它 比較仔細的喔 用這個乾視角的部分喔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因為這個課喔 我沒辦法開 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教 我只是要說實戰的時候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啦 很多技巧上的東西 可能還是要上課講 但是問題是 我不會開這個課喔 所以就是 在這個 乾視角的部分 實戰的時候 就大家 加減喔 看看怎麼用這樣子 好 那其他關係呢 我們就分享到這邊 那記得持續關注我們 這個 熊愛五名牙蝦 台灣不出名牙熊風 我們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我問你 等一下 會不會 一個 fehlt longtemps 我問你 有一個 還是快講 如果不可以 開動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